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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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一見到你 我加速急促的心跳告訴我 我是真的對你動心的 我不希望讓這心痛的感覺 變成了遺憾 詞音 我是真的希望能夠跟你交往 這是我恢復之言 是真心的 詞音 詞音 如果你也願意 就讓我們的友情發展到下一個階段 讓我們試著交往看看 至於雙方家庭的 不 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慢慢的一起解決嗎 對不起 是不是我太唐突了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切都來得太快了 對不起 都是因為我太衝動了 我太唐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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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瞭解 愛可以多深 你讓我的宇宙沒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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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計算計的聲音 就好像聽到白花花的鈔票 落在口袋裡的聲音 感覺太踏實了 怎麼樣 這個月的業績有沒有比上個月多 當然有 光憑我這麼漂亮的業績 我在公司根本就可以橫著走 正方 真的恭喜你 身為你的工作夥伴 真的很替你感到開心 曼玲 我也要謝謝你 這麼努力的 幫我介紹這麼多的有錢太太 讓我這個月 可以衝出這麼漂亮的成績 當然 我答應給你的分紅 一毛也不會少 沒什麼 這個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當然 你會有這麼好的業績 還是要是因為你的努力的關係 加上 你有過人的耐心 還有百分的誠意 還有你的專業 當然才能說服那些有錢太太 他們才能夠信任你 買很多基金 你剛剛說的也都是實在話了 正方 我看你這個月真的很累 你花了很多的時間跟精力 去說服那些客戶 我看你每次一成交個客戶 都累得跟什麼一樣 很辛苦耶 我的確是很累沒錯 可是一想到我可以多賺錢 讓我的女兒可以接受到更好的特殊教育 然後還有多餘的錢去幫我姐夫家 再累再辛苦我都覺得很值得 你還要拿錢去你姐夫家 難道你姐夫家要靠你養不成啊 你身上的膽子真的很重耶 不是你想的那樣了 那是怎麼樣 這 其實這是我家務事 又不是公事 你沒有必要知道這麼多 你脖子痠痛對不對 我幫你按一按吧 不用麻煩你了 你的手是專門服務客人的 精力借了給客人吧 李正方 你是怕我吃了你啊 我是把你當成我的工作夥伴 也是我的搖錢樹 如果我搖錢樹累倒了 身體有什麼閃失 那我不是損失大了嗎 而且沒有分紅筋可以領 我是看在你是我的搖錢樹 才想幫你消除疲勞 加上這個月 你幫我賺了很多的分紅金 所以我叫阿薩李今天不收你方料券 免費替你服務 免費 你真的不收錢啊 如果你不信的話 白紙黑字千字條囉 那倒是不用了 不過我李正方 怎麼可能跟錢過不去呢 那就麻煩你免費幫我服務一下 妳在幹嘛 我想幹嘛 我要幫你截領帶 你的領帶綁著 你的脖子一整天了 你看 堅硬的鑰匙 要把領帶扯掉 這樣才能輕輕鬆鬆的按 果然是專業的方療師 服務曾周到 好 曼玲的技術真的沒話說 捏得我好舒服 不對 姐夫走之前 我答應姐夫 絕對不會再做出 對不起無分的糊塗事來 雖然我跟曼玲現在沒怎麼樣 但是給她按摩 多少會有肢體的接觸 總是不太好 夠了 不用了 妳不用把我按了 可是不是才按得好好的 幹嘛突然不按啊 夠了 真的夠了 謝謝妳 我剛才才幫妳按幾下 妳的肩膀還是硬的 讓我幫妳按完一節吧 不用了 我肩膀還硬的話 我回家叫我老婆幫我按摩就好了 謝謝妳 時間不早了 我看我老婆一定準備好晚餐 再等我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來 李正方 妳就這麼愛妳老婆嗎 妳一點點的空間都不肯給我 麥寧 妳怎麼了 怎麼臉色這麼難看 該不會又跟那個李正方有關了吧 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搞的 正方越是想要迴避我 越是想要跟我保持距離 我就越是無可救她的愛她 其實我真的很痛苦 媽 上次妳講那個計畫 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妳愛李正方都愛到無可自拔了 我能不開始嗎 媽咪 我問妳 妳準備好了嗎 準備金藥不放了嗎 好 很好 那媽 妳打算第一步怎麼做呢 這是 這是李正方的領帶嗎 剛才正方急得逃開 連領帶都忘了戴 她忘了戴 那正好 媽 妳拿正方的領帶是要做什麼 我自有用處 這幫你噎到了 我幫妳噎嘴 好一点没有 没事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连吃个饭都会噎到 因为老婆煮的菜又香又好吃 我吃太快 所以不小心就噎到了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欣姨也没回来吃晚饭 又没有人跟你讲 你吃饭不要这么急 来 确认喝碗汤 不过你慢慢喝 不要烫掉 谢谢老婆 你真的很体贴 不乖 原来人家的老婆 这么的温柔体贴 不乖才会这样不笑 这样傲求我的意思 还顺着老婆去把它淹掉 以前人是知道 有没有太多 说得有太多 那儿子长大了就是母子 我现在真的轻轻抵回到 没想到我们这样煮小人 一嘴饭一嘴饭 看一看 我吃得这么大了 你还叫做吃饭人的老婆 老婆最伟大 老婆什么都是对的 老婆烧的饭好好吃 老婆的话就是上纸 妈妈的话就是放弃 丟了 飞机放 算了啦 妈只是心情不好 你 谢谢 谢谢你的妓妇 不需要你这个媳妇替我说话 我也知道我在这里很孤狼 我自己很适项 不会自动消失 不在这里讨人业 妈 如芬 对不起 没想到我跑去捷渣 我妈竟然会气到现在 她从阿姨家回来气都还没有消 还嵌入到你身上的 每天都没有给你好脸测看 还一直找话来激你 刺你 老婆 真的很对不起 让你说委屈 没有关系啦 我不会介意的 妈唯一的心愿 就是帮给家传宗接待 现在这个心愿落空了 她生气我能够委屈 我也能够体谅 她的心情一定很不好 所以她不管说我什么 我都不会跟她计较 你也不用替我担心了 谢谢你这么体谅我妈 你不要这样说 你妈就是我妈 赶快坐 吃饭吧 菜凉会不好吃 哥 嫂嫂 我回来了 欣怡 肚子饿了吧 我帮你添饭 不用了 我在外面吃过了 哥 今天嫂嫂准备一桌好菜 都是你一个人的 你就把嫂嫂的爱心 全部吃光光吧 我说老妹 你最近每天回来 看起来都满面春风的 是不是发生什么好事了 该不会是你中了 统一发票的投奖 偷偷按卡去了吧 哥 你真的很俗气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钱 才能够让人家心情愉悦的好吗 那你难道是升官发财了吗 你真的很爱钱 讲什么都脱离不了钱 哪能跟你扯 欣怡 你最近都很晚回来 而且都外面吃饱了才回来 你最近是不是跟朋友出去玩 玩得特别开心 朋友 我看是损友吧 老妹 你不要跟现在时下的年轻人 敢流行 学什么月光族的 每个月赚的钱 都跟朋友去吃喝玩乐 老妹 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总该存一点钱 做以后的嫁妆吧 我又还没有要嫁人 存什么嫁妆 你早晚要嫁的 虽然妈会帮你存嫁妆 但是你多少存一点底 不是很好吗 老哥也是为你设想 你真的很神经 我只不过跟朋友出去吃了 几顿饭花了多少钱而已 你可以扯这么远 这懒能跟你说了 我要去洗澡了 在家有你嫂嫂做的一桌好菜 你干嘛跟朋友去吃饭吃饭 我为了节省家里的开销 就算在公司加班拼业绩 也都会饿着肚子 回到家才吃饭 正方 你最近工作很辛苦 还好了 对的如芬 你现在还有宅找工作吗 我这个月因为在帮姐夫办护士 然后又要照顾姐姐家里 所以我 如芬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不要觉得 我急着叫你出去上班 是为了贴骨家用 我是觉得妈现在气也还没有消 如果你待在家里的话 整天跟她大眼瞪小眼 其实也会很辛苦 所以我想一想 觉得如果你出去做兼职的话 你少在家里 妈就不会有机会找你麻烦了 正方 谢谢你这么体谅我 为我设想 没有 我是跟姐夫看齐的 我现在在学着 怎么做一个体贴的好老婆 我有感受到 你让我觉得好磨心 谢谢 正方 你领带呢 糟糕 我真糊涂 竟然把领带留在曼玲那里 忘了带回来 我今天在公司 把领带拔下来 想说松一口气 可是没有想到忘了带回家 那你明天下班记得带回来 我帮你拿去送信 好 好 都是你 让我每天笑得那么开心 一回家我哥跟嫂子 都一直问东问西的 我天天让你这么开心 你还怪我 好了 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你就跟你哥跟我妹讲 坦白跟他们说 我们已经交往了 我才不要 跟我哥说 不就等于跟我妈说了吗 要是我妈知道我在教合话 我真的不敢想象她会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 还是之后再说好了 你说得对 我是需要一点时间做好心理建设 这样才有勇气去面对你妈 还有我妈 不过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什么意思 除了家庭因素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是要 我们要偷偷交往瞒着所有人 你连如芬都不敢讲 因为我怕你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没多久就把我甩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要讲最好 就当作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 不然我都没面子 如果我是这种玩世不光的公子哥 我说李欣怡小姐 你也太没有眼光了吧 你竟然会对我这种人有感觉 而且答应跟我交往 你讲得好像我很随便一样 那你干嘛把我说成是那种 玩玩女孩子 就随便抛弃的男孩子 你真的很奇怪 开开玩笑也不行 当然不行 因为我对你 可是用百分百的感情去面对 你弱麻当有趣 好 彩琳在嫌我 跟你讲电话讲得比他玩了 那先这样子 好 拜拜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帮我跟彩琳说 以后我这久久会 再用她的鼓鼓一点点时间 晚上都会约她吃饭 好 那明天一样 我带你来接我 好 明天见 拜拜 好啦 真的要挂电话了 拜 彩琳 我跟你久久交往的事情 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跟妈妈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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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琳 只剩一个松露巧克力而已 你要给我吃 彩琳 谢谢你 那这是你的心意 所以我就收下了 好 刘总监送的快乐种子 吃起来就让家感觉到 甜蜜幸福的滋味 对了 改天要找个机会 好好谢谢刘总监这大美人 晟姨 你在想什么 笑得这么甜 没有 沒有 欣妮 妳最近怪怪的 晚上都跟朋友玩到很晚才回來 妳這個朋友是誰 就跟一群同事去聚餐 同事 男的還女的 就一群同事 所以有男也有女 然後大家聊天聊得比較久 只好還去續他 所以就比較晚回家 是嗎 可是妳回到家之後 都一邊傻笑一邊發呆 我看妳的表情是在談戀愛 不是 我只是因為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順利 所以心情比較好 妳不要想那麼多 時間不早 我要去休息了 晚安 早早 彩玲 晚安 難道真的是我猜錯嗎 可是欣妮真的最近都怪怪的 她到底是怎麼了 彩玲 妳知道 姑姑最近到底是怎麼了嗎 彩玲 妳指著姐姐的相片做什麼 搞了半天 搞了半天 妳要九九買快樂種子給妳吃啊 妳喔 這個小貪吃鬼 不過媽媽知道 妳為什麼會吃了還想再吃 因為吃了快樂種子之後 那種甜蜜的滋味 真的很讓人難以忘懷 好啦 媽媽下次特地買快樂種子給妳吃 好不好 同學 妳最近老師不見人影 連住我房子 要只得用快遞的 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妳再這樣子我封閉下去 我真的很擔心妳會悶出病來 什麼 妳有事情要處理 好吧 那就等妳處理完事情 麻煩妳立刻跟我見面 不要讓我擔心了好不好 搬家公司那邊 已經幫我整理好東西了 過幾天 東西就會陸陸續續的搬進去了 妳不用擔心 那就先這樣了 妳也保重 拜拜 請進 總監 僵師來找妳 快請他進來 好的 僵師請進 去 陳偉 坐 小喬一杯咖啡 好的 妳這個大忙人 今天怎麼有空過來找我 再怎麼忙我也會抽出時間 專程謝謝妳這個大媚人 妳終於敞開心房 願意誠實的面對自己感情了 所以前面不管有什麼阻礙 妳都會勇敢的追求所愛 那一天真是多虧妳了 特地把我們騙去 安排了一個浪漫的主館晚餐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欣怡急著要走 我心裡就有一股衝動 就請不自禁跟她告白 我到現在 我自己都沒辦法相信 進展得這麼順利 就好像做夢一樣 一切都來得太不真實了 幹嘛 痛不痛 痛啊 痛就不是做夢了 你們兩個真的是天照地設的一對 當緣分一來 你們自然的一拍幾合 任誰都擋不住 對 你們身邊的親友 都知道你們在交往了嗎 沒有 我跟欣怡都覺得 我們交往一陣子之後再說 畢竟 要過我媽還有欣怡她媽那一關 恐怕有點難 你們雙方家庭 畢竟是親家 又不像羅密歐與朱莉葉這樣 兩家是世仇 沒有這麼困難的 我相信你們的媽媽 會被你們的誠意打動 加油 我等著喝你們喜酒 沒這麼快 我們才剛交往 你這麼急著要喝喜酒 健安師 你的咖啡 謝謝 總監 你要請來家事管理員的條件 我都幫你列好了 請您過目一下 如果您看過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馬上把它刊登到 人力資源網站上 資料我看過之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交給妳 妳就先去忙妳的吧 好的 妳在應徵家事管理員 我最近剛好要搬家 家裡需要一個家事管理員 我之前一直都有找 只是找過了幾個 我都不是很滿意 也不放心 我看不是應徵的人不夠好 是劉總監理太挑剔了 我承認我這個人 是真的有點挑剔 那是因為我真的很注重 個人隱私 我還真希望是熟人介紹給我 那我真的比較放心一點 那我介紹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要介紹誰給我 我妹剛好也在找工作 她希望能夠找一份 終點的工作 因為她得顧及家庭 照顧小孩 不是我要自誇 她人就是真的很乖 而且很認真負責 要不是她得顧及家庭 我真的覺得終點的工作 太委屈她了 這樣 那麻煩妳回去問一下妳妹妹 如果她有意願的話 就麻煩妳再通知我一聲 她是不需要的 謝謝 我想做更好的人 你完成了我的靈魂 因為愛意我的親力姊妹 還考驗 開始學著神情不退卸 用窗和你 医生 病人的伤口状况 现在怎么样 病人伤口溃烂的状况 已经控制住了 接下来 病人得赶紧接受化疗 或是抗荷尔蒙药物治疗 绝对不能够再耽误病情了 能够把伤口的 溃烂部分控制好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状况也很好 这样就够了 小姨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要接受治疗 就这样 好 可以 这位病人的个性真的很倔强 你们大家要多劝劝他 现在台湾的医学相当进步 只要他肯接受治疗 一定会有复原的机会 千万不要再拖延下去了 否则 结果是会让大家感到遗憾 我知道 医生 我会努力劝他的 谢谢 小英 医生刚刚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吧 你不要再浪费口水了 我从一开始就已经说过 我不要接受治疗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接受治疗 是怎么一回事 要开刀 要做化疗 头发会掉光光 身体还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状况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要是我不说 根本就没有人看得出来我生病 你这根本就是在逞强 既然你知道治疗之后 会是什么情况 那就表示你还很关心 你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要逃避 小英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绝对不会是一个人 孤单的面对病魔 我们全家人都会陪你 我 嘉庆还有妈 甚至杨阳 我们其实全家人都希望 你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况且现在的医疗这么的进步 乳癌治愈的几率是很高的 你还年轻 手术后的恢复 还有化疗之后的不适 你一定可以撑过来的 现在最怕的就是 就是就是你拖延病情 只会让病情更恶化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就怕只是你一个人一厢情愿 希望我接受治疗 不见得所有人都希望我康复 伯母 请进 好久没走进这个家了 妈 现在全然不同了 你怎么会来 是我请伯母来的 那你先请坐 宋青梅 你 你真的是很鸡婆 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 你才甘心 我 driver的仇님 现在是怎样 我是你的仇人吗 我就不能来探望我女儿吗 于是杨阳啊 你都长这么大了耶 你都知道我是谁 我是妳外婆 這麼沒禮貌 我跟妳爸一樣 見老人都不會叫 妳小時候我可是抱過妳 媽 這麼久的事情 雅揚怎麼會記得呢 妳不要一進來 就這麼酸嚇到雅揚好不好 伯母 請用水 不好意思 伯母 我想要帶雅揚 出去買一些上課用的書 反正這裡音也滿熟的 就當自己家嘛 好好聊一聊 來 楊揚 我們出去了 妳現在身體狀況 還好吧 聽說在美國就發現 都這麼久的時間 我為什麼不接受治療 我生給妳的身體 就是這樣讓妳糟蹋的嗎 媽 對不起 我沒有好好照顧妳給我的身體 我一直拚命的戀情 希望可以早一點拿到血尾 希望可以早一點拿到血尾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忽視了 等到發現的時候 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我決定 放棄美國的發展回來台灣 我希望可以多陪陪妳 多看看楊揚 對不起嗎 對不起嗎 我讓妳失望了 傻孩子 說什麼傻話 該說對不起的人 應該是我 這一陣子我一直在想 好好的身子 怎麼會生病呢 我一直在反省 如果我沒有要妳出國深造 如果我沒有那麼好面子 如果我沒有一直逼妳練琴 給妳這麼大的壓力 妳會不會 就不會生病 所以我想了好久 我覺得一切起因 都是我 笑音 媽真的很後悔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一遍 我不會再逼妳了 從現在開始 妳把那些鋼琴 前途 演奏會什麼的 都忘光光好不好 妳高興過什麼日子 妳儘管去 媽都隨便 妳開心就好 妳只要身體好好的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媽唯一的願望 小燕 媽給妳 媽給妳鄭重道歉 媽為了疫情以來 給妳莫大的壓力 逼迫妳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 我給妳道歉 媽為了任天在醫院裡失態 我給妳道歉 千錯萬錯都是媽的錯 是我對不起妳 妳乖乖的去接受治療好不好 媽 媽 妳不要這樣折戴自己 我沒有怪妳 我記得以前妳跟我說過 妳最驕傲的就是有我這個女兒 妳說我就像是一個美麗的羊娃娃 所以走到哪裡都一定要帶著我 因為妳的朋友都會很羨慕妳 其實我也很驕傲 我已能夠達到妳的要求自滿 因為這樣 我才會覺得我是妳的好女兒 媽 我真的沒有怪妳 可是媽 我不想接受治療 因為一旦接受治療 我就不是完美的楊小燕 我就不是妳美麗的羊娃娃了 我怕妳會心疼 我怕妳會傷心 我不想看到妳失望 媽 不要 不要妳 我不要什麼美麗的羊娃娃 我不要 我真的是害死妳了 都是我灌輸妳 什麼該死的完美主義 小燕 外表不重要 成就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妳要好好活著 我真的不要什麼美麗的羊娃娃 我要的是一個健康的寶貝女兒 我 妳去接受治療好不好 我會一直陪妳 我會陪妳到好起來 妳現在不只要為楊揚活著 妳也要為了媽媽活著 妳難道那麼忍心 看著媽媽孤孤伶伶的 一個人在世界上生活嗎 我求求妳去接受治療好不好 小燕 媽媽求求妳去接受治療 妳要好起來 妳不能把我一個人丟下來 小燕 媽媽求求妳 妳要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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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得趕緊接受化療 或是抗荷爾蒙藥治療 絕對不能夠再當病情 小燕根本不是不願意接受治療 她只是下意識地用自殘的行為 在懲罰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 要打開小燕緊閉的心房 楊楊是唯一的鑰匙 偏偏楊楊對小燕的態度 又不肯再進一步 可是再這樣下去 時間並不會站在小燕這一邊 楊楊 楊楊 今天天氣好熱 我們去吃冰淇淋好不好 我不會跟爸爸說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楊楊 妳上次期末考的時候 不是考了第二名嗎 媽媽說要買機器人給妳 那我們先去買好不好 自從上次我腸胃炎以後 我就不喜歡吃冰淇淋了 而且我的玩具也已經很多了 不用再買機器人給我了 還有 我的媽媽只有一個 就是妳 沒有其他人可以再當我的媽媽 楊楊 妳真的很聰明 妳知道媽媽要說什麼 既然妳都會這樣回答我了 表示妳自己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那妳為什麼還不願意 還軒然老師醫生媽媽呢 來 來 好 媽媽不是答應過妳嗎 就算妳承認薛仁老師 是妳的親生媽媽 我都不會離開妳 還有 妳想想 妳現在等於是兩個媽媽 如果你跟其他同學比起來的話 妳等於擁有兩倍 來自母親的愛 多幸福 妳看像我 從小就沒有媽媽關心我 照顧我 超羨慕妳的 媽媽 我只要有妳就夠了 我不要兩倍的幸福 其實妳的小嬰媽媽她需要 她現在生病病得很重 身體非常的虛弱 心裡也很脆弱 妳現在呢 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她很希望妳可以關心她 如果妳可以喊她一聲媽媽的話 我相信她會很開心的 還有如果妳叫她 去接受治療的話 我相信她一定會願意的 美揚 不管是學員老師也好 小嬰媽媽也好 妳都希望她可能會好起來的 不是嗎 所以妳可以為了她 為了我 還有為了爸爸 去試試看 喊她一聲媽媽好不好 我不要 為什麼不願意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的重要 什麼意思 如果我很重要 在我很小的時候 她就不會不要我 媽媽 妳放心 薛恩老師住在家裡 我也會照顧她 妳不要再叫我做 我不會喜歡做我的事情了 好不好 小嬰 除了音樂天分之外 洋洋百分之百遺傳了妳的倔強 我真的拿妳們母子倆沒辦法 癌症病人的補医 妳 我想做更好的人 妳完成了 我的靈魂 因為愛意我的情敵姐妹 還考驗 開始學著 深情不退卻 用窗裡的 找不到 怎麼會找不到呢 對方都沒有留下 任何聯絡的方式嗎 怎麼會這樣 你們可以調到通聯記錄 就是對方不是打電話給你們 你們就可以知道 對方是從哪邊打來的 為什麼不行 你們是警察 違法 妳姐在跟姐講電話 我什麼都不知道 警察 警察 警察先生 我真的很需要你們的幫忙 如果真的一有消息 一定要通知我們 我們真的很想當兵跟他說謝謝 好 真的是辛苦你們了 好 謝謝 姐怎麼樣 有消息嗎 沒有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幫幫忙 誰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了 讓我有點參與感好不好 就是警察打電話來通知我們 說肇事者已經找到了 找到肇事者 那很好 為什麼你們好像不開心的樣子 因為這個肇事者不是警察抓的 是一個好心人舉報 我們想跟他謝謝 可是他沒有留下任何聯絡的方式 那會不會是 這個目擊者剛好路過 所以他看到肇事者的車牌 所以他就去聯絡警方 那他也不求回報 所以就沒有留下資料 不是 警察有說這個好心人 當時在車禍現場沒有錯 可是他並沒有看到肇事者的車牌 是事後他到附近的路口 找到監視器 然後請理想把這個監視器給調出來 從這個車牌找到這個肇事者的柱子 才請警察去抓他 我覺得這個好心人 應該是跟我們家有關係 不然一個路人 怎麼可能花那麼多時間跟功夫 去調查這件事情 那如果跟我們家有關係的話 他根本不讓我們知道他是誰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把品川的電影 播一個款項出來 我們來懸賞這個人 你拜託好不好 懸賞是用來抓壞人用的 哪有人去懸賞你們家的好心人 可是我們真的很想找到 這個好心人 我們想跟他當面說謝謝 不然我們家品川 真的走得不明不白 或許這個好心人 就是比較熱心 這個社會上 有真硬改的人很多 也許這就叫做為善不欲人知 對 阿姐 當年我們差點被那個水果炭的 老闆敲竹槓 也是親美路見不平的 跳出來救我們 當年他對我們來說 也只是個路人了 是 沒想到這個路人 現在變我們的好姐妹 我覺得那時候 一定是上天想要讓我們相遇 所以就安排姬婆的我 經過你們兩個身邊 所以妳真的不用擔心 如果有緣的話 上天一定會再安排 你們跟他見面 小春春 不管那個好心人是誰 撞到妳的人 我們已經找到了 警察有說 肇事逃逸是公訴罪 他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想妳在在天之靈 應該會得到安協 姐 沒事 沒事 我說過我不會再哭的 都是妳們影響我的 我不會再哭的 好啦好啦 沒事就好啦 沒事就好啦 對 妳知道我們什麼事啊 對 對 我剛剛呢 在路上解到這個 傳單 我想要請你們陪我去 生機飲食 癌症治療療法 嗯 什麼啊 漢方抗癌宿 妳拿給我們看 這個是 這是一個癌症療法 我想要讓小英去試試看耶 青梅 青梅 可是我還是覺得 像癌症這種重大疾病 還是要帶小英去醫院 尋正統的治療管道 會比較好耶 是啊 雖然上面寫得 好像還滿厲害的 有寫到什麼 博士的研究 還有多國的認證 還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可是也是這張 這張紙在那邊 寫宣傳單而已啊 搞不好全部都是掰的耶 我也沒有要相信 這張紙上面寫的 只是因為現在小英 根本就不想回醫院 接受治療啊 況且 她的病情真的不能再拖了 所以我想要看看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幫她 妳看 妳看 這上面有寫啊 她待會兒就有一場說明會 所以我希望你們兩個 可以陪我去 如果真的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互相商量一下 妳 妳真的 皇帝不及即死太監耶 不對 是皇后不及即死太監 你們家那個仙女鋼琴家 根本在家裡面 完全不聞不問她的病情 搞不好現在在家裡面 根本就是喝茶 然後聽音樂 妳在那邊急著 她搞不好什麼都不知道呢 沒辦法 誰叫她是 洋洋的親生媽媽 講好幾遍 對啦 如果她沒有回來就算 她現在出現了又住到我們家 我當然會希望她健健康康的 而且我真的希望 洋洋除了我之外呢 還有她的親生媽媽 可以一路陪她成長 擁有完整的母愛啊 親妹啊 我覺得妳已經從這個 俠女進化成聖母了 妳有沒有發現妳的身後呢 已經有這個散發出 盛起妳的光輝 只差天使沒有下白的 在旁邊唱聖歌給妳聽 好了啦 姐 其實親妹說的也沒有錯 我們去看一看 也沒有什麼損失嘛 反正媽 還有妳婆婆 還有親妹的婆婆 她們三姐妹去南部三星 回家也沒遲 我們一起出去走走 其實也不錯啊 走是一定要走的 這個人每次熱心處人 她頭腦都不知道 在想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替她把關 好 我去拿包包 等我一下 好 謝謝妳們 會提什麼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沒有人要替她 是嗎 和我婆婆在那裡嗎 如芬 我的貴媳婦 媽媽回來了 我不會找我 好 我 我找到這個時間要上課 那妳早點 頭一口還在上課就對了 好啊 我也沒想要看你 自己不早說 什麼 老婆 早餐 請 不好意思 請問問你 客人來了也不會請人家進來做 真的是一點禮貌都沒有 你知不知道我在人家樓下 等你等多久 站得我腳都腫了 抱歉 不過我可能不幫你 我們現在不實在不要緊 不過你要記住我這張臉 因為以後我們的關係可親密了 這事一時之間也說不清楚 但是我就直接跟妳說好了 我呢 是妳未來的親家 對 親家 妳是說我們早餐生意 和什麼生意來都不對 唉唷 這早餐怎麼不 都不跟他說 最近也都沒找到 沒去哪裡回來的 唉唷 抱歉 抱歉 請坐啦 對啦 唉唷 這個生意 對 我在搞神秘的 我們在搞男朋友 沒有讓我知道 不對 妳都無無無無無無 不是妳女兒 跟我們好心的來往 是妳兒子跟我女兒在交往 我 兒子 跟妳女兒 妳怎麼可能 妳婚不中了 我女兒愛她媽 是愛到沒有我的老母 在外面跟我說到五四川 這麼無禮的麻煩 是嫌不中間 不好意思 請 好 好 這是妳兒子的領帶 為什麼他這麼私人的 隨身物品會在我手裡呢 那 我兒子的三個都 她媽在四個都沒關係 在這裡 不然在那裡三個都 要跟她一樣 我才知道是不是我兒子的 好 妳說的也沒錯 這條領帶 有可能不是妳兒子的 但是李正方 是妳兒子的名字沒錯吧 李太太 這 怎麼 這棟大樓裡面 應該沒有另外一個李正方吧 所以應該不是 不是我找不到家了 請問 妳過世 我姓王 王太太 不好意思 妳剛才說 我好心 跟妳家人家 我想想的事情 妳家人家家是誰 說起來呢 我女兒妳也認識 就是曼寧芳寮館的老闆娘 王曼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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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曼寧莊 我一直不愛麻煩這點 好 阿姬 妳現在要怎麼做 我全部的金額都被妳打翻了 我這是從家囊大進口的 就是那個 怎麼 妳想起來 一個多月前 妳兒子跟我女兒發生關係 占了我女兒的便宜之後 沒想到他 這次 這次更年動作無事 把我女兒搞得要死要命 妳說 我這個做媽的 是不是應該來跟她討個公道 不可能 這要怎麼可能 我正說不可能做這件事 不然她回家的時候 我們都不跟她說 李太太 妳的頭部是壞掉的 天底下哪一個男人偷吃以後 回家還會大聲宣傳呢 妳要是不相信的話 好啊 妳現在就打電話去問妳兒子 我現在給她一趟 我現在給她一趟 還考驗 開始學著 深情不退折 用創意的 像這種自然療法的 汗方抗瘟素 都是擁有臨床經驗 非常豐富的 醫學博士所研發的 而且都擁有國內 很多醫療機構的背書 還有認證 最重要的是很多的病人 真的是因為 要透過這個方法才抗癌成功 妳敢不用開刀又不用化療 這對楊小儀來講 真的很有用 好像滿多人 都用這種療程 可是清美 我覺得妳不要幫那個現彌 這些有的沒有的好不好 她如果吃了沒香那就算了 如果吃出有其他的毛病 妳當不起的 是啊 清美 我也覺得 尋正常的醫療管道 找吹液的醫生 看怎麼樣治療 怎麼樣飲食 這樣會比較有保障的 妳們兩個這麼緊張幹什麼 我又沒有說我馬上要滿 反正都來了嘛 聽聽看啊 說不定可以找到一線生機 現在啊 不管多渺小的希望 只要可以幫到楊小英的 我都願意去做 妳這個是標準的病期亂投醫 什麼病期亂投醫啊 妳看這邊有這麼多人 跟我們一樣來聽這個說明會 表示這個產品 應該是很有口味的 是啊 我跟妳說 我們三個女兒 本來是在那裡的主張人 主張人介紹了 經過這個漢發養生法 結果她的感情 第三期變成第二期的 真的嗎 阿姨 這麼有效嗎 妳的親戚就照著上面說的方法 只要吃蘇果 不要吃熱 然後再配上這個漢發養生膠囊 所以就康安成功了 對 就是這樣這麼簡單 我就是聽我三個說 所以我今天全天來 我們就是在冬天 去平衡做化療 開肚 身體是越胰越悲 現在有這種方法可以做治療 真是歐咪咀嚕 是啊 癌症病人真的很辛苦 每天都要跟病母對抗 你們兩個我們聽到阿姨說的 真神奇 最好是這麼神奇 我想多少應該是有些療效 可是那個膠囊又不是什麼仙丹 療效講成那個樣子 會不會太誇張了 清美 房間治療癌症的偏方 實在很多 但其實有爭議的並不少 妳還是要小心 免得受騙 所以我想應該不會是騙人了吧 要不然也不會口耳相傳 哪有這麼多人來聽說明慧 再說妳們之前不是說過 也有聽過這個產品嗎 我之前是有聽說過 沒錯 可是我不確定 是不是這一家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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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午安 我是陳博士 相信各位會走進這個會場 一定是為了你們 患患癌症的親人 尋找一線生計 在此 我要向你們致意 你們辛苦了 久病床前無孝子 但是你們無論如何都不肯放棄 一直咬著牙 陪在患者的身邊 與病魔搏鬥 你們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給你們自己一點掌聲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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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你們的堅持 得到了上天的回應 因為你們遇到不活 奇蹟很快就要發生了 你們治癌的親人有救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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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各位陪在患者的身邊 一定深刻地感受到 患者對治療的抗拒以及恐懼 但是又看著他們被病痛折磨得 一天天的憔悴 眼看著生命漸漸地垂圍了 心中真是百般掙扎啊 每天都在問自己 到底該不該逼他們接受治療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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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不用彷徨了 因為 病人的家屬們 你們也有救了 我們的自然療法 是以溫柔 關懷 貼心照顧的理念為出發點 透過溫和不刺激的生肌健康飲食方法 再搭配天然的珍貴中藥材 所萃取的漢方養生膠囊來補身體 使患者免於掉頭髮 以及腫瘤切除的二次淋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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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 她說 妳講這個話好像在傳服音一樣 感覺好像在講那個直銷的一些話術 卻真的人不可靠 妳感覺把那個鮮明 再去給醫生看也比較好啦 不是 現在的問題呢 就是楊小燕她死都不肯去接受 醫生的治療 就像妳公司說的 我有這筆記恐懼又抗拒 要不然我也不用搭配周章的 去找其他的管道啊 今天我們只備貨了二十組 下次進貨要一個月以後了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待會兒到那邊排隊拿號碼台 謝謝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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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美啊 妳也被那太衝動了吧 一下子裡那麼多錢出來 說買就買 要不要想清楚一下 不能刷卡也不能匯錢 只能付現金 哪有買東西買那麼急的 這會不會是個騙局耶 我也感覺不太對勁 越想越覺得是騙局 如果是騙局的話 怎麼會造成瘋狂搶購呢 而且有這麼多眼鏡在看耶 那陳博士要騙人的話 也騙不過去吧 還有啊 剛剛說我旁邊那個阿姨不是說 他是打聽過後才來的耶 難怪他一開始就一副助跑的樣子 那陳博士才喊說 我們要放號碼牌囉 他還沒有來喊 預備 請 他就衝了耶 可是那個漢方養生椒嗎 價格也太不合理了吧 才這麼一小瓶就要三萬塊 真的是嚇死人耶 貴的 清美 你要想清楚喔 你看 連我們家如芬都逼你還聰明 如芬 你嫁給李正芳之後呢 再買東西方面都很清楚耶 我只是不希望清美吃虧啦 理解啊 她是在挖虎我 反正呢 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而且我剛剛聽得也很認真 那些中藥材的萃取 還有提煉的過程真的很複雜 如果再用上一些 頂級的中藥材的話 會收這麼貴的錢 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啊 再說呢 還有一些多國的認證 一些病友的見證 我想應該是錯不了吧 可是清美我還是愛說 現在呢 只要有任何的東西 可以幫助到楊小英 就算再貴也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真的希望 她能夠好好的活下來 看著楊楊長大 我真的不希望她一個人 這麼孤單又痛苦的活著 說一句悲觀的話 其實她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如果花點錢 可以買到她多一點的時間 我真的也願意 清美 妳要 清美 我知道妳講義氣 妳善良 妳想花錢來買時間 可是妳要量量自己的財力啊 妳現在也是失業一組耶 自身都難保了 我知道我現在沒有工作 可是我還有一點積蓄啊 我也可以當孫手牌跟我老公要錢啊 這一點錢呢 我還花得起啦 很擔心 怎麼可不擔心呢 我們是自己的人 我這樣子跟你講 你不要死生活 這自己都倒了 我知道 我真的不會倒 因為呢 有你們兩個好姐妹在嗎 陪著妳 那是一定要的啊 妳是會來這一招喔 傻招鬼 走了 姐妹們 陪我這些傻招鬼 去講錢嗎 來 去吧 好 我的錢 什麼事 有啊 還好呢我動作快 這手有比別人長 才搶到這張號碼牌 可以買漢方養生膠囊 可是我才買到一瓶耶 這要是楊曉音吃的有效 沒有貨了該怎麼辦啊 宋霞女啊 妳剛剛呢 為了搶這個號碼牌 大神買菜的精神都發揮出來 現在會變成死血糧的歐巴桑 你們家那個仙女如果知道的話 一定會流下凡人的眼淚 姜如莉 妳不虧我會死喔妳 誰叫妳那麼偉大 是 妳看那個阿姨買到好多喔 這楊曉音病得這麼嚴重 說不定她一次多吃幾顆就會有效耶 可是如果斷後來該怎麼辦 你們覺得 那個阿姨會不會再割阿姨一瓶給我啊 別嚇壞妳啦 我今天要降機耶 我知道妳 妳有八戶降機 明知道降機的時間 八點九十五 要妳再到三天喔 我知道啦 我很勸勞 今天我們保守還沒來之前 除了我假扮那個時候 我一直鼓勵 一直推銷 真的是騙人的 怎麼會這樣啊 你看 我就知道有問題 還好老天爺有保佑 不對 是我們家小酸酸也有保佑 現在發現真相沒的 到時候妳把錢送出去 還好沒有 這真的很可惡 小酸酸我們散人 要我媽媽回家罵好了 不是 他們真的很過分 不可以這個樣子 不是 三位小姐 你們終於回來了 我們普通人的時間是金錢 可是病人不一樣啊 病人的時間就是生命 下午的動作快一點 跟時間賽跑 把這個漢方養生膠囊 買回去給病人吃 小姐 妳這是幹什麼 這個膠囊人人搶著藥啊 多少人等著她救命啊 妳還想啊 妳還掰得下去啊 什麼救命什麼福音的 妳們知不知道 現在所有癌症病患的家屬 都心急如焚的想要搶救自己的親人 就像快要溺水的人 只要看到一根伏木就想抓住 結果妳們這些缺德鬼 抓住大家的弱點要騙錢 有沒有良心啊你們 我沒有騙人 小姐 我也沒有掛碗中說一定能夠治得好 我只是說 大多數的人得到了改善 再說我們的產品是食品 吃多了不會傷身體 妳還狡辯啊妳 這不只是錢的問題耶 妳還叫所有的病人不要去醫院接受治療 要是他們錯過了黃金治療期 不是病相被你們害死嗎 你們啊 妳們不只騙人 根本就是殺人凶手 小姐 我只不過是做生意 妳這麼說 會不會把話說得太重了 妳 中個頭啊 我朋友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妳的良心是被狗啃去了是不是 妳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呢 做錯事就要承認 妳不要再害人了吧 走 現在跟我去警察局 把所有錢還給大家 妳瘋婆子啊 妳有沒有鬧夠了沒有啊 妳誰跟妳去警察局啊 妳給我去警察局 妳不要怕 我跟你講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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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爺 媽 妳這麼急著叫我趕回來 又有什麼事情啊 不是我要妳回來 是她要妳回來 妳看 看妳知道嗎 妳跟我說清楚 妳到底對我女兒做了什麼 妳不要以為我上了年紀 妳要是敢對我女兒怎麼樣的話 我還跟你拚老命 妳 您怎麼會在這裡 年輕人記憶不錯嘛 虧妳還認得我 今天穿得挺體滅的 還真有模有樣 李太太 我第一次跟妳好心 緊密的時候 她醫生不診 醫生不診 妳這張丟臉 妳是嗎 是啊 我跟她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她身上只圍了一條浴肌 拜託 妳不要再說下去了好不好 我也不想說 可是 竟然 竟然 妳怎麼問問我 妳到底跟我媽說了什麼 竟然 竟然 妳怎麼跟我媽說了什麼 妳到底跟我媽說了什麼 我啊 我是有什麼說什麼 該說什麼 就說什麼 妳幹嘛跑來這裡 跟我媽胡說八道 妳存什麼心啊 別再存什麼心 妳在心裡哪 妳在心裡哪 我沒有啊 沒有 這是妳的領帶嗎 這不是 對啊 這是妳的對不對 偷吃還不插嘴 竟然還想賴帳 李太太 妳是怎麼跟我的兒子 這是死的 妳聽妳媽太行為 妳想我 妳不是 妳媽 妳想我來 媽 不是這樣 不是妳想的那樣 阿嬤是怎麼 人家這麼久 妳要告訴我 妳告訴我 媽 妳冷靜 是妳做不到 妳還這樣 把我帶這兒子 我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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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永何居心啊 是 我們家曼妮是這麼跟我說的 她本來想自己認了 吃點塊就算了 可是我這個做媽的 實在看不下去了 因為現在事情大條 我要是再不說的話 這哪有天理啊 什麼事情大條 什麼沒有天理 妳把我話說清楚 好 妳要知道是不是 那妳就跟我聽清楚 我們家曼妮 懷孕了 妳只要說一次 我們家曼妮 肚子裡懷了妳的孩子 妳中獎了 妳現在到底打算怎麼樣 這怎麼可能 這不可能的啊 對啊 怎麼可能 你不是已經 有問題 這哪裡一定有問題 我現在就去找曼妮 把話說清楚 很爽 我沒騙妳啊 我也要跟曼妮說清楚 走 走 好痛 手部的肌肉扭傷 親妳 等一下 真的很痛 媽媽 妳為什麼要跟人家打架 還不是因為有一個人生病 那她不去看醫生 妳親妹媽媽這個傻瓜 害怕她被病魔給折磨到死 所以一聽到有一種 就是不用看醫生就可以 馬這個癌症病給治好的方式 為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急著呢 去領錢 急著去當人家的信徒 還要買一瓶三萬塊的 漢方養生膠囊 幸好老天爺還有品川來保佑 即使讓這個歹徒露出了馬獎 這樣奴隸 不要說這些了 原來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後來怎麼演變成集體鬥火 還不就是這個親美俠女性情大發作 一定要把這些人全部抓起來 到警察局去 才跟他們扭打成一塊 還好我跳下去出她一臂之力 沒有 好幾臂之力 還有好幾腳之力呢 各位俠女 失敬 失敬 江如禮 妳有必要把這丟臉到家的事情 在這邊大聲宣揚嗎 這怎麼會是丟臉到家的事情呢 這是見義勇為 真情的路 對呀 而且好在我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那些人真是太過分了 幸虧有親美 敬意勇為 把那些人都壓到警察局去 才讓更多人免於受騙 楊小姐 親美是真的很擔心妳 所以我在這裡代替她 很誠懇的請求妳 要尊重自己 趕緊去接受治療好不好 是啊 楊小姐 我跟我妹代替我的好姐妹 妻妹在這邊跟妳請願 妳可不可以站在一下 關心妳的人的立場 尊重一下妳自己的身體 我相信妳應該可以聽到 之前我老公出了意外 來不及跟我說再見的事情吧 妳知不知道 失去新人 是一個非常非常痛苦的事 這是一輩子的痛 妳現在有機會可以活下來 妳卻不把握 妳知不知道這樣子對妳的家人 還有妳的小孩 還有妳的母親 是一個很殘忍的事情 尤其是妳的母親 妳是她的寄託 她一定是很傷心 而且不敢相信妳既然有病 不去醫治 妳如果再繼續這樣任性下去 妳不覺得這樣很不孝嗎 所以我拜託妳 可不可以去接受治療 我 小姨 妳可不可以看在大家都 這麼肯求妳的份上 妳好歹也去試一試 可以給妳自己多一點時間 我 我累了 我先回房間休息了 她每次只要談到這種事情 就會避而不談 真的傷了不起 媽媽 我先回房間學功課了 對不起 洋洋 媽媽今天手真的受傷了 沒有辦法陪妳做功課了 沒關係 我可以自己做 好 請 請 晴媚 放心 小孩子可以完成她自己的功課 我先幫妳包招吧 不好意思喔 辰委 我們今天掛商科 還要讓妳道普服務 跟自己的兄弟客氣什麼 我能幫各位 建議勇為的三位俠女 出一診 這可是我的榮幸 來 妳們手 沈偉 你現在嘴巴很甜的 很會哄女孩子開心 哥 我也覺得你最近心情不錯 會跟我們有說有笑的 而且氣色越來越好 你滿面春風 你不講 我還不覺得 你真的滿面春風 你氣色真的很好 你該不會是桃花開了吧 姐 你說什麼 正位 你該不會是談戀愛了吧 老實說 我最近是有喜歡的對象 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太好了 哥 那個幸運的女孩是誰 她 她 她什麼她 趕快帶出來給我們看 好 沒關係 擇日不如撞日 我們就這個禮拜找一天 然後把那個女主角約出來 讓我們認識一下好不好 我站住 你們不要這麼急 我們才剛交往 跟我們彼此再熟悉一點 我再正式的介紹給你們認識 好不好 你是怕我們把她笑跑是不是 我是怕她笑跑你 你在念什麼 如果這件事被媽知道的話 媽一定很高興的 對 哥 怎麼一直叹氣 我沒有 如芬 妳工作找到沒有 還沒 那正好 我有一個朋友 她正在找家事管理員 有沒有興趣 怎麼又是家事管理員 最近中的職缺很多 欣儀之前也幫我介紹一個 可是正方怕我太辛苦 沒有讓我去做 欣儀 是 該不會我們講的是同一個朋友 什麼同一個朋友 沒有 我只好跟我朋友說抱歉 我本來是想說 我那個朋友的人很不錯 然後工作又很單純 時間又很彈性 滿適合妳的 所以我就自告分勇推薦了 可是既然正方 不喜歡妳做這類的工作 我想還是不要勉強 免得妳們到最後吵架 鬧得不愉快 這樣子不好 其實正方最近應該沒有那麼堅持了 不然這樣啦 哥 你幫我跟對方去講講看 讓我還是去應徵好不好 確定嗎 我會回家好好跟正方說出看 我想這次她應該會答應 因為她上次就跟我說 希望我有工作就趕快去做 這樣可以避開我婆婆 讓我們不要太常見面 因為我婆婆還是很介意 正方為我去結紮的事 妳去工作也好 這樣可以避免婆婆婆之間的摩擦 可是妳又要顧家又要顧小孩 去做這麼類的兼差 會不會很辛苦 我就是因為又要顧家 又要顧小孩 所以目前只能做這方面的兼差 沒關係 我又不怕辛苦 哥 妳還是幫我引進 好 我晚一點跟對方說 我再打電話給妳 謝謝 媽媽去找正方談 不知道怎麼樣了 王茉玲 妳告訴我 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妳媽說妳有了 有 同樣的道理 我聽妳講話細細柔柔挺好的 但是妳說句話來 為什麼這麼自私惡毒又沒有教養 妳難道都不怕別人說 就是像妳這樣子沒有教養的嗎 才會教出這個好色無膽 又沒有道德 又不知道負責任的兒子 我兒子哪有不負責任 他是被設計不用負責任 被設計 對 妳的意思是說 我女兒用燒酒機設計妳兒子上床 對 妳臭西郎 我女兒如果要設計妳兒子 她為什麼不用烈酒 要用燒酒機 我看著燒酒機發生事情 妳給我 妳 兩個背後 一個衣 姐姐 曼玲 說真的 妳是不是真的已經有了 曼玲 不用怕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 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媽媽什麼事情都說了 本來就是嘛 一個是孩子的爸爸 一個是孩子的阿嬤 她們本來就應該要知道的 媽媽 妳不用怕 媽給妳考 我去醫院檢查 醫生說我有了 怎麼可能 妳才不叫 我都已經結紮了 曼玲怎麼還會懷孕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一定是哪一個環節出錯了 我先去弄清楚 你給我站住 主佩 主長 你給我站住 你什麼 你給我過來 人證在這裡 物證也在這裡 你要到哪裡去弄清楚 李正芳 你今天要是不給我女兒一個交代 你休想走出這個大門 可是我就是為了要給曼玲一個交代 所以才要把事情弄清楚 萬一弄錯了孩子的爸爸 那曼玲跟孩子豈不是很可憐 李正芳 妳在說什麼 我 這兩個人怕我女兒 我女兒又怎麼不對 她是為了這九位小孩 小孩 那小孩如果她喝到腦袋怎麼辦 你們 李正芳 你把我當成是什麼樣的女人 你以為我誰都可以嗎 你憑什麼這樣子侮辱我 你太過分了 李正芳 我要是早知道你是這麼一個不負責人 而求這麼沒有良心的人 我一定要曼玲堅持告你告到底 你告我什麼 告你什麼 難道你要我把我你的罪一條一條都說出來嗎 告訴你 這些話坦坦來講是很難聽的 正芳 坦白說我一直對你印象都很好 那天發生燒酒氣醉倒的事情 我一點都不在意 那是因為對象是你 不然我早就去提告了 我自己都可以不顧自己的尊嚴 然後跟你繼續保持工作上的往來 你覺得我是為了什麼 就是因為我喜歡你 曼玲 我以為我們只是單純的工作上的夥伴 我本來也覺得 可以把這件事情忘掉 本來我也很想假裝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一直都是朋友 可是我沒有想到 我竟然懷孕了 我也想要去拿掉啊 因為我知道你有家庭 我也不想要去徒生你的煩惱 可是你一直好多次跟我說 你跟你媽都很想要有一個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媽才會知道這件事情 我媽是心疼我 才會出來幫我討公道 只是我沒有想到 你聽到我懷孕會是這樣的反應 你會不會太過分啊 我媽 我怎麼會喜歡上你這種人啊 早知道 我一直到我懷孕的第一時間 我就去拿掉了 不可以 不可以拿掉 你現在肚子裡面 是我們李家的骨肉 要留著 要好好留著 媽 你叫曼玲把孩子留住 那以後我怎麼辦啊 而且中間明明就完全出了錯 曼玲 我們現在就去法院按鈴申告 然後再去醫院 找醫生安排時間把孩子拿掉 好 好 好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就是這樣子了 我媽不是不承認這個小孩 是一下子那麼突然 所以很難接受 那難免口氣比較差一點 你也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這麼激動 要不然就好了 我們回去引進一下 然後跟正方好好商量 明天一定給你們一個交代 你放心好了 我一個人不但是明理和阿三 我說得到 做得到 你看 那是我們李家的骨肉 對 明天等我的消息 曼玲 你好好保重 不要再靠 要為寶寶想對不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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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別哭了 人都已經走遠了 眼淚省著點用 以後還有好多場哭戲 媽 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李正方聽到我懷孕會是那樣子的感覺 難道他一點點喜歡我的成分都沒有嗎 而且他懷疑我孩子是別人的耶 會不會太過分了 為什麼會喜歡這樣的男人 曼玲 你真的喜歡上那個小氣方 而且還是愛得不淺耶 媽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如果李正方發現我沒有懷孕 他會看別我不理我 我們這個謊是不是殺得太大了 曼玲 說謊呢 只分有用跟沒有用 哪有分什麼大小 你接下來要做的呢 就是要告訴你所有認識的人 你懷了李正方的孩子 一定要把事情搞大 逼得李正方不得不離婚 來為你跟孩子負責任 你接下來要做的呢 就是要告訴你所有認識的人 你懷了李正方的孩子 一定要把事情搞大 逼得李正方不得不離婚 來為你跟孩子負責任 只要他一離婚 你就有機會扶正了 可是重點是我肚子裡 什麼都沒有啊 安安等到時機成熟了 用不著這個肚子 我們就告訴他 你太傷心太難過 所以孩子留掉了 所以我才說 還有好幾場哭戲要演 等你當上你太太以後 要生幾個孩子沒有 可是我今天看李正方那個反應 我覺得他不在乎孩子 我怕這招對他沒有用 這招對他沒用 可是對他媽媽那個瘋女人有用 你都不知道 剛才你一說有了 他的眼神跟態度都變了 然後一聽到你說 你要把孩子拿掉 他緊張得跟什麼似的 來 我跟你保證 明天他們母子 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 小姨 該換藥了 我們要換藥了 人本就已經笨手笨腳的看護 現在手又受傷 你覺得我還敢讓你幫我換藥嗎 今天我自己換就可以了 再說我也沒有那個力氣 在換藥的時候被你弄痛了 之後再來跟你生氣 好吧 那我在客廳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的話 就叫我一聲 今天我媽回來說的那些話 都是妳教她的吧 所以 我很了解她 她從來就不習慣用言語 表達自己心裡最真實的感受 那些根本就不像是她會說的話 雖然我不知道她說了些什麼 但是我相信那些話 一定是她發自內心的 這些不用妳說 我心裡有數 她今天會來 會改變態度 放低身段 已經讓我很意外了 既然妳自己都知道 那妳是不是應該聽一下 伯母的勸 現在是我在問妳 我在想 要是到時候妳回職場去 妳真應該去當老師的 如果連我媽那樣個性的人 都可以被妳說動的話 相信就算妳碰到像我這樣 個性古怪又固執的學生 最後也一定會跟妳說聲謝謝 可是當老師 不只是知識淵博 口才好就夠了 判斷力也是很重要的 妳怎麼會隨便看一個廣告 聽人家說得天花亂墜 就真的跑去買什麼養生膠囊 要是她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諾貝爾醫學獎早就頒給她了 我拜託妳 做事情的時候請妳用一下大腦 要不然 我本來很想要感謝妳的 也被妳氣得說不出感謝的話來 沒有關係 我不需要妳說謝謝 只要妳願意去接受治療就好了 就算我要再被騙個兩三次 我都覺得很值得 妳看 妳就是這樣 馬上就利用我 把自己凸顯得 有多麼的人私寬大 我沒有要妳為了我被騙 妳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一個美滿的家庭 一個愛妳的老公跟兒子 妳只要好好顧妳的幸福 生活就夠了 妳管的閒事已經很多了 妳去忙妳的事吧 楊揚 我要換藥了 好吧 楊揚 有事嗎 這張貨是我要送給老師的 送給我 媽媽 請妳勇敢看醫生好不好 楊揚 妳是不是希望 薛蘭老師接受治療 然後希望她的身體趕快好起來 妳是不是因為不好意思當面說 所以妳才會用畫的用寫的 還有 這樣比較容易記起來 媽媽 妳是不是都要我 要把老師講的話寫下來 這樣妳就不會忘記 我希望薛蘭老師也是 笑意 妳都聽到了吧 楊揚她不僅希望妳可以接受治療 她還這麼用心了想了這個方法 就是怕妳反悔 楊揚都已經這麼做了 妳忍心讓她失望嗎 楊揚 謝謝妳 老師 我希望妳可以健康 也希望妳不要讓大家擔心 就這樣吧 妳好好的想清楚 我等妳的答案 好 我答應楊揚 也答應妳 妳說什麼 我會勇敢看醫生 接受治療 笑意 那時候妳說的話 還算數嗎 什麼話 妳會陪我 妳會陪我一起打這場仗 會 當然會 楊揚妳不要嫌我笨手笨腳的 我一定會陪在妳的身邊 還有揚揚 我們全家人都會陪妳的 小妮 妳一定會好起來的 妳一定會的 我一定會喜歡她 擦她 李志芳 媽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 我現在是在說什麼意思 你說對不起 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你說對不起 孩子就要救回家 我告訴你 當初你大廚大人 還跑起來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說對不起 現在 你從洋洋布袋子村出來 你才說對不起 我現在是在說什麼情形 我真的 我給你氣死了 起來了 等我死了 再整天告訴你對不起 我對你很失望 你如果要早上吃 你也找一個吃麵 你去找那個給你吃 我早上看到她我就怎樣 這個女婦在家裡這樣 讓你去 跟她吃麵 這樣吃吃麵 今天看到她老婆 我快把她抖抖了 不然這對母親到底是群 你是要她老婆 那她的家庭怎麼樣 對 你不要跟我說 你跟她老婆不認識 不然 她是誰的人 她還有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怎麼會這樣 你現在在那裡做什麼人 你都不知道 你怎麼死的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真的會讓你氣死了 媽 請你相信我 我真的很冤枉 我真的沒有要亂來 我只是那天醉到不行人事 後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也不知道 對啦 說我大夫人都說都一樣 都說我不知道 我對得不行人事 如果說這樣 我一定有事 媽 你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孩子怎麼可能是我的 我都已經結紮了 難道 難道是沒有忘記 難道要曼玲偷把這個孩子生下來嗎 媽 我是不可能同時養兩個家庭的 而且這件事情 要是如芬知道的話 她一定會毅然決然跟我離婚的 我不可能失去如芬 我要我現在這個家 媽 妳幫幫我好不好 你要曼玲把孩子生下來 你真的是想抱穿想瘋了 你不是要幫我解決問題嗎 你這樣根本就是害我吧 媽 我沒有把握 我如果把房子還給他們 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原諒了嗎 現在把房子還給他們 搞不好他們的情緒會更激動 這個地址 真的是姐夫老家 你的總監 是這個房子的主人 當然 所以你以後就負責打掃這房子的例外 姐夫 老天爺真的要懲罰我 你剛剛跟姐夫兩個人 在那邊嘻嘻說說的 你該不會做了什麼 對不起我們家如芬的事吧 我沒有 要我女兒把孩子生下來 請你付保證金 你還真把他當買賣 只要你兒子一離婚 把我女兒取進門 我們保證金馬上退還給你 正方 我跟你說 我今天晚上有點事 可能會晚點回家 你說你老公的名字叫做 正方 他叫做李正方 你不要拿來 這裡是辦公室 外面有很多我的同事 你告訴我你那個愛的老婆 叫什麼名字 她到底叫什麼名字 你為什麼想知道我老婆的名字 我 時光太欲去欲求 卻證明有我 證明有永恆 陪你我想做更好的人 你完成了我的靈魂 只想你了解 只想你了解 愛可以多捨 你的完美 讓我來完成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人 我為你的天堂開門 你不是我的神 卻給我一生 你讓我的宇宙沒有痕 你讓不可能都變可能 你不是我的神 卻給了我一生 你讓不可能都變可能 你讓不可能都變可能